明正馬車停進停車格 要怎麼知道什麼時候開始收費 現在除了是人工收費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方式 三月初起 新北路邊停車格靠智慧弟子感應 車停進去偵測到就開始計時 不過日前李先生就遇到被多收錢 我五點半的時候就開車走了 扫描 發現我的車子未離場 李先生一號把車停在新北連城路 兩百六十三項停車格內 下午三點半停到五點半離場 本來停車費只要五十元 但當時後面另臺車強著停進停車格 李先生掃描QR Code 想繳費 卻顯示車子未離場 直到最後才出現六點五十六分離場 得多繳二十元 讓他好傻眼 其實除了靠智慧弟子感應外 還需要人工每半小時尋廠開單 新北交通局表示這回因為開單員 沒對應車號才會導致誤會發生 除了後車快速跟進停車bug外 還有人提出疑惑 如果短暫停留弟子感應了 還沒收到開單 或有人刻意避開地詞感應 難道都不用繳停車費了嗎 為外開單員會依現場到場的時間來開單 並計算停車起算的時間 無論地詞感應與否 車主要繳多少錢 通通以開單員為主 智慧地詞感應設置 主要是要讓民眾更快速知道 哪有空位 收取停車費 並非主要目的 三地新聞許教委 羅佩玉 新北採訪報導 根據交通部統計 北部人找車位平均需要花上 十點三分鐘 現在有APP幫忙 可以即時看到空位資訊 但是真的夠即時嗎 帶您實測來看看 文化部這邊顯示有位子 我們快去停 跟著綠燈走 馬上找到停車位 不用四處繞到處找 看看把車停好 APP同步資訊要多久 現在車停好了 我們看看APP上還顯示是空位 是綠燈 現在時間是三點五十六分 不到一分鐘 綠燈跳紅燈 顯示車格上有車了 靠的是地上這一塊 地磁感應設備 不過也有突催的時候 二號車格下午兩點四三分 民眾停好車 半個小時過去了 依舊顯示有空位 才剛啟用不久 出現設備異常 有可能是該個地區 他的收訊狀況並不是這麼良好 所以他可能反應回歸的訊息 沒有那麼正常 那再來就是說 有可能是說他電量不足 不過正常情況下 偵測車輛停入開走 設備會感應含鐵量 來辨識車格是否有停車 每一到三分鐘更新動態一次 我覺得這是正面的影響 是好的 如果說這制度一直執行下去的話 那大家現在手機很方便 會看這個的話 當然是就是跟公共廁所一樣 你看到綠色的燈可以上 你就不用在那邊等 過去是人工開單 用PDA手動調整資訊 再同步的APP 至少三十分鐘才更新一次 現在即時動態大幅提升 唯獨停重機有BUG 重機他原本就比較小 所以他可能停在車格的左邊 或車格的右邊 那他原本如果就沒有停在 這個地池上面 他就沒有辦法去感應到 重機偵測還需要車主配合 停車覆蓋地池範圍 才感應得到 否則會導致停車狀態誤判 讓駕駛空歡喜一場 三連新聞李外宇科普宣 新北次報導